哈囉大家好我是零爸 今天我們來替大家火速開箱小米手環5 這一次這一隻售價是945元 而這一隻只要495元 到底差在哪裡呢?要買哪一隻呢? 讓我們接著看下去 Let's go 好先拆開包裝 真是剛拿到 這次小米手環5的配件跟往常一樣簡單 那只有一條線說明書以及手環本體 那接著我們拆開小米手環4C 小米手環4C的配件更簡單 只有手環跟說明書 沒了 小米手環5這一次的外型 其實長得跟小米手環是很像 那整體的體驗進步了不少 首先它採用更大的1.1吋螢幕 解析度是294×126 重量只有11.9克 RAM是512K 16MB的ROM 電池容量為125毫安時的電池 同樣是5ATM防水 也就是水下50公尺的防水等級 小米手環5的標準配備是石墨黑錶帶 那小米手環5一共推出8色專屬的1代 那預計9月開賣 錶帶同樣可以拆 可是現在想想 除了想要換錶帶顏色之外 其實已經不太需要拆錶帶了 因為充電方式已經變成磁吸充電 所以現在除了換錶帶之外 都不太需要拆米粒 那它的續航力同樣很長 充一次電至少可以用兩週 如果開長續航模式 至少可以用到20天 那不管你是老用戶或新用戶 第一次打開就一定要進行跟手機配對 那請下載小米運動App 那接著就會要你綁定小米帳號 iPhone跟Android都可以同時使用 配對後會立刻進行第一次的升級 如果你是老用戶就會自動會員有的設定 並且無痛轉移到新的手環上面 那配對完之後 當然就要先看一下它的螢幕 那以及台灣版 到底有沒有傳說中的動漫IP聯名 那我滑了一下發現 好像只有海綿寶寶這個系列 傳說中的一些動漫IP 好像都沒有在台灣版裡面 那我同步主題過來之後發現 畫面真的是很漂亮 解析度已經可以用照片來當桌布 而且AMOLED螢幕支援動態螢幕的顯示 所以我這樣就突然想到 那我這樣就根本不需要什麼聯名啦 我自己去抓圖片來當桌布就好啦 看是要鬼滅之刃啊 復仇者聯盟啊 或者是山上優雅都可以 另外這一次除了原本的室內室外跑步啊 單車這些基本運動模式之外 那新增了五種運動模式 分別是橢圓機 瑜伽 划船機 室內腳踏車 以及跳繩這五種新的運動模式 原因是因為這次新了新增的PPG 生物感應器 加上原有的ACC加速感應器 所以這次小米手晃5啊 可以支援更多的運動模式 那目前對我而言啊 小米手晃5最棒就是 慢跑時候的語音通知 每跑一公里 它就會自動提示 速度 最大心跳 以及心跳過快 它也會提示 這樣我就全程不需要抬起手來看 相當方便 跑過的路線啊 它也都會記得 小米手晃5其實它本身沒有GPS 那定位啊 路徑啊 也全部都靠手機 可是啊 目前大家基本上手機也都不離聲 而且本來我就要靠手機來聽音樂嘛 所以其實也沒有什麼影響 手機上面也會累積我所有完整的記錄 所以我每一天我都可以把 運動模式都記錄下來 那下個月來回顧這個月的成績 就會特別的有成就感 我要戰勝自己的感覺 那像我兒子有氣喘啊 我每天都會要求他去跳繩 來訓練自己的心肺 那之前他跳繩啊 都會在心裡自己默念1000下 那現在他帶了小米手晃5之後 他自己就會記錄跳繩的次數 很優秀 而且他跳完之後啊 他也會依照次數、時間、心率變化 再透過演算法 去計算卡路里消耗 我覺得光是內建跳繩模式啊 就非常優秀 因為現在目前連Garmin也沒有內建跳繩模式 那滑傳機也是 往前往後滑都會記錄次數 而且連前講後講的時間也都會記錄 有記錄數字才會有進步空間 憑感覺真的不太準確 那小米在發表會的時候說啊 小米手晃5也提升戶外越野運動的 準確度提升到50% 而且他可以整天監測心率 那這一次他還多了24小時 全天後的睡眠監測 什麼意思呢 睡眠心率啊 他改成紅外線偵測 那並且新增RAM的快速動演期 這個其實就是傳說中 唯一可以實現穿越的 做夢時間 那就算是中午趴著小睡一下 他也可以完整記錄 那每天睡覺都會有一份睡眠品質跟心率記錄可以參考 那另外他這次還多了PAI健康指數跟壓力偵測 以及呼吸放鬆 那PAI的意思就是說 他會隨著每天的運動 心率血氧來進行綜合判斷評分 那運動時間越多就會獲得更高的PAI分數 那藉此鼓勵大家多運動 那而壓力指數啊 就是現代人的通病 那是一種悶在胸口說不出來的沉重感 大家其實可以手動去測試 當你偵測到壓力過高的時候 就可以透過調整呼吸節奏 來舒緩壓力 那接下來我們就看到小米手環4C 他的造型其實就比較方正 那充電方式改成直擦式 把一邊的矽膠錶帶拔掉 那就可以看到USB頭 那找行動電源插上 就可以直接充電 那這樣子啊 如果你在外面借不到充電線的話 其實這樣子就很方便 不過這個錶帶我實際在拔的時候 真的是蠻難拔的 要一個角度才能順利拔下來 不過我猜大概也是怕你運動的時候脫落吧 另外這個小米手環4C 他只支援四種運動模式 螢幕他也稍微小了一點點 厚一點點 續航力也少一點點 好總結一下 我們這兩款到底要買哪一種呢 小米手環5 他其實適合所有的人 他性價比真的是太強 放眼望去沒有這麼輕巧 又兼具高續航力 而且他還能記錄跳繩 真的是沒有 他很適合平常有做運動 但是你沒有比賽壓力 像我一樣 一週出去外面跑步兩天 游泳當做健身 只想對自己有交代 而且想超越昨天的自己的人 那小米手環4C 我覺得其實就很適合 家長買給小朋友當手錶 看他每天走多少路 畢竟小米手環4C 他真的是太便宜 充電又方便 那就算壞了 我也覺得就算了 搞不好每年新出的錶款 我都會買一個 給他當做新的生日禮物 多好對不對 那如果你平常做的運動 是超出小米手環5的 這11種運動 那就真的沒辦法 那建議你 就多準備一點錢 然後去看一下Garming 這種比較高端的運動手錶 好 以上是小米手環5 跟小米手環4C 的開箱報告 那我是雲爸 謝謝大家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